你知道有一種很緊的替身 陰很高的那種 你看到一半然後是軟掉的那種 很難在印起來的 我心裡就會有一個底 差不多了這樣 大家好我是阿空 我是Eason 歡迎收看南同大學堂 我們什麼都聊 今天來講做愛的尷尬瞬間 沒有做愛 不一定要做愛 你知道我們被很多人講耶 同志可不可以變成彈性啊 那你自己來做節目嗎 對不起 不要嗆 不要嗆觀眾 他們說的我們都續心接受 接下來會聊一些比較深度的問題 譬如說以拉戰爭那邊啊 或者是以色列那邊的一些問題 目前人生當中 覺得遇過最尷尬的時候是 小時候在補習班 想要叫老師不小心叫什麼媽媽 全部的人都看你 對對對 然後你是怎麼說 我說好你們笑啊 他們都笑 他們都沒有笑 可能我說那一句的時候表情太臭吧 我本來已經準備好要被笑了 然後結果他們都沒有笑 還是後來他們拿這個去取笑嗎 也沒有也沒有 可是如果是我 我會拿來取笑他耶 我的個性是 我會拿這個來笑別人 幼稚園你就這麼壞喔 他不是幼稚園吧 小六樓 小六樓 我剛剛聽到說小學的時候啊 你不是很尷尬 那你呢 我嗎 我自己近期來覺得最尷尬的事情 應該是我在做阿姆師的時候 我想放屁或客人想放屁的時候 你怎麼知道客人想放屁 有一些客人就是會 他一放屁他就跟你聊天 但是就譬如說他一不小心就是補了一個東西 他就說 欸我覺得 你是不是有去過那個哪裡 我心裡就會狂笑 但是又要回答他的那個問題 可是我笑並不是因為他這時候放屁 而是他這個演示的行為我覺得很有趣 你放屁來說我後來覺得就講開 除非是那種老闆在台上 正在罵一個下屬 這時候有人放了一個屁 除非是這種形式 不然就講開 比方說就 你剛剛放屁不對 我覺得反而比較不會很尷尬 會嗎 我覺得如果是我被講開 我會覺得很尷尬啊 你覺得呢 如果是你你會尷尬嗎 我還好 就好了 要麼你就講開 要麼你就假裝沒事 但是有一種狀況是 然後你又沒有講開 其實這比較尷尬 你講開是因為會很響 可是不臭啊 但是沒事啊嘻嘻哈就過了 可是你又不講 然後又很臭的時候就會 以我們按摩空間來說 就只有對方啦 對 你也沒指上 他不能假裝是別人 對啊 還有一種就是 換屁的時候其實你如果可以用一些姿勢 或者是把屁股關開一點點 就會沒有那麼大聲 或沒有受傷 然後我有一次也是在按摩的時候 然後我就是可能要喬一個姿勢 喬完之後 它就變 知道有一種很緊的屁身 就是細細長長的 然後很久的那種 音很高的那種 喔 我真的真的是 那時候就直接跟他講說對不起我放屁眼 那你們知道有什麼辦法可以讓屁沒有聲音嗎 我有聽過幾個 不是就把屁眼擺開嗎 大部分其實都是用這個方法 還有一個是我聽過的是拿衛生紙按住屁 拿衛生紙嘛 然後你就折一折 然後就是按那個屁然後你放屁 就沒聲音 他就會變成 我後來的做法是 我就會誠實的跟對方說不好意思怎麼一下 然後我走離開幾步 面對對方 然後刻意的把屁放出來 就是讓他知道我就是要放屁 然後放完之後再不好意思 但我跟你說我之前有遇過一個約炮對象 然後他是個零號 他很可愛 原本我們在床上嘛 然後他就說你等一下 說說哄哄哄 跑去廁所 拍水 放完屁之後然後再出來 我說你怎麼了 他說沒有啦 我剛剛很想放屁 整段你就覺得哇 你這有一點尷尬的沒有通識 你就會更愛他 可是是很會演耶 他沒有演的他就是真的 他就是日常就這樣 馬可這樣對你覺得可愛嗎 我講到兩件事情 第一個是他之所以跑去廁所 是不是因為他擔心不只是屁 因為他是零號 我剛剛請過 我沒有想過這件事情 然後第二個是 我忘記了 那就一件事就好 這個就很尷尬了 你是不是就是你 就是你還沒有訂閱 訂閱數都要五萬人了 就差你一個 沒錯 如果還有冠名啊 贊助啊 或者是團購的機會的話 也歡迎跟我們聯絡 還有多多訂閱金如爸爸 男同道學長在這邊等你喔 應該要夾去 對不對 不用了啦 那我問你們一個問題 你們覺得如果說要去放屁 或是大便的時候 然後外面有人 然後你們不想讓他聽到這個聲音 放水聲比較好 還是放歌比較好 放水聲 我會放水聲 日本廁所有特別這種 它叫音機 就是聲音的工具 對 它在你的控制板那邊 然後你按下去它就有水聲 就是如果你覺得 你上廁所要排出來的是 犀利花那普魯茲的那種的話 你就會先按 然後你的耐心就會 靜音 不是不是不是靜音 不是靜音啊 就會用別的聲音 把你的聲音蓋掉 像是 就是流水聲 就流水聲啊 Eason 我跟你講 我要科普一下 靜音是要把空氣抽出來 你就會死掉 所以 你不能靜音 他一定是用更大的聲音 把它蓋掉 所以 他剛剛講的那個音機啊 我有看很多那種日本綜藝節目 然後有一集就講說 日本人有什麼反應 他們說音機的聲音不夠大 你在講這題的時候 我都覺得你們 一定等一下都會講錯 對 講音機嘛 對啊 但是 真的有人會放音樂 就是有沒有 觀眾朋友是放歌出來的 在我們下面留言 你還要特別去把播放軟體打開 然後找一首歌 而且你一定要找那種動詩動詩的歌 一定要動詩動詩 你不懂動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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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懂跟著那個東西 下去的聲音 或是你就要把手機鈴聲打開 就是選鈴聲的那個介面 就可以把鈴聲放出來嘛 就假裝有人打給你 也太難了吧 對啊 我覺得這樣很難 這個太爛了 這個太爛 就在播音樂比較快啦 嗯 好 播鈴聲什麼意思 不是因為鈴聲通常很響亮啊 你會把他設定我的鈴聲 就是因為他不太會被別的聲音蓋掉嗎 不然我如果現在點開來 沒有沒有 不要巧 我的意思是說 當你在裡面做這件事情 你為了掩飾你的尷尬 你其實是要做一件在裡面合理的事情 你做了一件在裡面不合理的事 那你這個尷尬沒有消除 不會啊 我蹲廁所的時候有人打給我 不合理 你一直不接啊 好吧 那我就按掉大聲微了 而且都是在接下去啊 這題沒有那麼好聊 那我問你們 你們在床上的時候會有尷尬的時候嗎 明明很爽但軟掉算嗎 是從什麼時候接這個業配去年是不是 今年初 今年初的時候 我們開始就有接這個業配 所以我們其實不太會遇到這個問題 有一個很尷尬的情況是 我會做到一半明明很爽 而且我還在動作中 我然後就慢慢軟掉 而且對方就可能正在信頭上 快要出來了 我就對不起我消掉了 吃了這兩個之後 而且它是兩個 這個是膠囊的 然後這個是喝的嘛 我自己後來是不太遇到這種問題 我是遇到拍片的對象 或者是約炮的對象 發生這件事情 不管是他們 其他的人也會私訊 一些粉絲會私訊我們來說 你到底是如何 拍片的時候都可以這樣 然後我們就跟他講說 套一些保養品 然後或者是 有時候遇到約炮 或是拍片的對象 發生問題的當下 因為真的發生當下的時候 你一定得要陪他耗那個半個小時 半個小時過後 然後你就會跟他講說 要不我們今天洗澡好了 半個小時要幹嘛 他會試著想要硬 對 所以你就要先讓彼此的心情放鬆 再等他硬起來 對 但是我自己遇到的是 只要這件事情發生了 這次就沒有了 我很少遇到它 軟掉之後還能再硬起來 我所謂的軟掉再硬起來就是 如果你是中間休息了 軟掉那很正常 但我一直說 譬如說像你剛剛那個狀況 你看到一半軟掉 然後是軟掉那種很難再硬起來 我心裡就會有一個底 差不多了這樣 而且那個情況下 你再補我也沒有用 對 所以這家靠日常的保養 對 然後這家我們年初的時候就接過一次 但是最近我們又覺得 時間到了 可以補過了 哪有需要的話 再次介紹給大家 膠囊的它是推薦一日兩顆 然後我覺得一日兩顆就很夠了 我就很開心 又有成膊了 阿空這個是除了成膊 還可以增加性能力 然後增加你的經濟量嗎 經濟量我還好 我是增加爽感 但是不會比較快色 之前你們有一個人說 喝到一週之後 然後接近清晨的時候被硬型是誰 我啊 你不是常常在拍片 你還可以硬型喔 你如果連著吃這個 三天的時候你覺得很有感 一個禮拜就真的會硬型 然後我們之前還有香港的粉絲 他們買一箱回去 一箱 真的 他還說他下次還要再買一箱 因為他覺得他買不夠 所以這一次我們就為了大家 可以再補貨 他有沒有可能在香港賣 他要讓我們抽成耶 我們沒有跟他送的 好啦 總之就是一樣 划購連結在下面分享給大家 那 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其他 你在床上或床下尷尬的事情 你可以在下面分享給我們 那今天南童大學堂到這邊告一段囉 我是阿空 算了 成長 為什麽 這次是阿空 我們下次見 你們好 親密的行動 這次可以說 我們好 這次是天啊 我們好 有情侶 客人 … 我 在這邊 賬人 你 滾